大家好,我是幸福的眼赖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口袋饼的做法 这个口袋饼在加热的时候它可以鼓起来 等它熟了以后你把它切开,中间就是空的 就好像一个口袋一样 然后里边可以加各种你喜欢的食材 我们先来揉面 按照配方把所有材料混合在一起 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我用面包机揉的,差不多揉5分钟就揉好了 然后把面团的表面给它盖上 让它在室温下发酵至原来的两倍大 时间不太能确定,大概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吧 因为每个地方的温度不同 所以发酵的时间也会不同 可以在它差不多变到原来的两倍大的时候 我们来检验一下 手指沾一点干面粉,在面团里戳一个洞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洞口有轻微的回缩 这样子就说明已经发酵好了 然后我们把面团取出来 轻拍面团帮助它排气 排完气以后,把面团平均分成8等份 然后把每份翻面,给它从上到下卷起来 卷成一个圆柱体 再把它擀开,擀成牛舌状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一旁 盖上保鲜膜,松弛30分钟 松弛的时候我们就要把烤箱预热好 这是一个铸铁锅 家里有铸铁锅的话可以用铸铁锅 没有的话可以用铁板或者铁锅 能放进烤箱里烤的都可以 有石板的话也可以用石板 把铸铁锅放进烤箱的下层 然后调节烤箱的温度上下火220度 预热20-30分钟 最短也要预热20分钟 一定要让烙饼的这个容器充分的热起来 而且它的温度要均匀 等烤箱预热好 我们就把这个面再重新擀一遍 把里边的气都排出去 把它擀薄 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撒满了面粉的木板上 这样拿着木板可以把它直接送进烤箱里 把它放入烤箱 带上点手套 把面往里推一推 这一个铸铁锅我们可以烤两张 第二张也放进去 放进去以后就可以看到 它慢慢的就鼓起来了 鼓起来以后这个饼就熟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烤箱就这样继续开着 然后把剩下的饼按同样的方法再给它做熟 不用烤箱也可以做 不过锅子一定要够热 然后温度均匀它才会鼓起来 下面给大家看几个失败案例 我先是把这个饼放在火上烙 但是由于我家这个火温度不均匀 开大了的话这个饼容易糊 开小火的话 只有中间一圈的火苗是着着的 在我家火上烙这个饼的结果就是 有的地方鼓起来了 有的地方没鼓起来 失败 然后我又把它放在了电磁炉上 电磁炉来说温度还是相对比较均匀的 不过这个锅它不带平 中间有点凹 锅底的温度就不是很均匀 必须要用铲子把它动来动去 然后慢慢的它才鼓起来 接下来换一个很平的铁锅 锅子小的话 建议把饼擀成圆形 这样受热比较均匀 锅子一定要让它充分加热 然后再把饼放进去 用这个平的铁锅放进去以后 慢慢的它就鼓起来了 但是中途也要翻动它几次 不然又是有的地方鼓 有的地方没有鼓 接下来再尝试一下铁锅之外的不粘锅 不管你用什么锅 都要让这个锅子充分的烧热了以后 再把饼放上去 刚开始我有点心急 这个锅没有充分烧热 就把饼放上去了 结果这个饼没有鼓起来 这个就失败了 等锅烧热了以后 又试了一次 放在这个不粘锅上 我发现它鼓起来比较慢 中途也要把它翻来翻去的 可能还是因为锅子受热不均匀导致的 不过最后它还是鼓起来了 最后我又试了一下 把这个小铁锅放在烤箱里加热 饼放进去以后 这个饼能均匀快速的鼓起来 最后我总结了一下 用铁锅放进烤箱里烤 是最快的方法 而且温度非常均匀 用烤盘也可以 但是烤盘也要提前放进去加热 只要它都能鼓起来 等你切开的时候 中间它就是空的 做好以后 加一些你喜欢的食材 然后就可以开吃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都能成功 别忘了到我的新浪微博 来at我调作业哦